深海下 一群庞大的怪兽想要挖穿地球 从地心汲取能量 这群怪兽破坏力惊人 仅仅半天的时间 便对海底地形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这场灾难造成了9.4级地震 沿海城市全部被摧毁 至少十万人因此丧命 在一个小时 滔天巨浪就会横扫内陆 于是众人开始纷纷逃难 同一时间 凯莉也得知海啸登陆的消息 于是她奋不顾身地前去营救大壮 当来到神秘工厂后 这里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凯莉通过监控成功找到了大壮 小强一家人登上了轮船 但左找右找就是不见女友小美的身影 在小美父亲口中得知 小美担心小强的安全 早先一步下船去找她了 听到这里小强焦急万分 就在这时 远处一个人影引起两人的注意 小强认出这年轻人竟然骑着小美的电动车 他马上找到这个年轻人 想要询问小美的下午 年轻人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不把小强放在眼里 被小强修理一番后 乖乖说出了实情 原来她是在路边抢了小美的车 听到这里 小强二话不说 直接一头栽进海里 两分钟就游到了自己家附近 但是家里也没有小美的风景 就在这时 旺柴突然出现在这里 在她的引领下 终于找到了晕倒在路边的小美 虽然找到了小美 但他们想要离开 电视里播出怪兽 随着海浪已经涌进城市 两人这才意识到 成年后的旺柴有多么可怕 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 逃命要紧 两人慌忙驾车逃生 行驶到半路时 遇到两个拦路的 他们正是凯莉和大壮 就这样 历经十五集 几个主角终于汇聚在一起 上车之后 凯莉才注意到后面的旺柴 小强告诉她 这只是养的小宠物而已 凯莉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么凶残的怪物 竟然被一个小孩子宠物养了 就在这时 汽车竟然抛锚了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海啸已经向着他们蜂拥而来 几人只向着附近的高塔跑去 这个时候只有躲在高处 才有生还的可能 怎料 二楼被死死在几人绝望之时 剧烈的冲击声竟然停了下来 小强以为海啸已经结束了 凯莉告诉她 海啸是一波一波的 这仅仅是第一波 小美当场就崩溃了 这时小强却发现 一只成年怪兽正向他们游来 几人吓得连忙屏住呼吸 好在怪兽并没有发现它 就在下一波海浪来临时 大壮终于砸开了门锁 四人急忙逃向了天台 两个大人紧紧护住小孩 此刻他们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的呼啸声终于停了 当死里逃生的几人遥望远方时 海水已经吞没了整座城市 到这里 水下之密到此结束 虽然结尾有些梦芒 但并不妨碍本剧的经历 让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季的到来